掐搓三声 这是用几个执法组合的一个音形 既然叫搓 它一定是在搓的基础上 比如六弦和四弦十回这个两个音 如果前面有个相互相应和的两个音以后 写掐搓三声 那么就是在这两个音基础上构成的 大支九回打下去 延 然后顺势掐起 再一个反掐起 再搓 这是基本音形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形 比如这样的 或是 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形 根据音乐的需要 根据演奏者的一些艺术的理解 或者是发挥 或者是即兴 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柜子 这是古琴特别特殊的一种执法 就是用无名指的末一节 上面的外侧这个角来按弦 当然也有些人用正面 我认为正面会有很多问题和困难 因为面积大 而且看不见 側面以后突出这个位置 比较集中 也容易准确 也容易灵活 上下移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执法 因为我们知道 掐起是用无名指按钮在下面 可是到了高音这样做掐起是不可能的 所以古人是很大胆的 用了这种变通以后的一种特殊执法 这样它就能方便灵活的 柜子的困难在于 这个地方容易很痛 初学的时候 所以初学的时候不要用力 当你不觉得痛的时候再用力 还有就是柜子以后再过弦 也是非常难的 这个时候要放松 腕子要放松 手转动 腕子放松以后 手小的动作 才能容易地过去 所以柜子要作为掐起来说 必须是明确感觉到和看到它 看不到也要感觉到它的音味 才能准确地按到所需要的音上去 所以要特别多地练习 才能比较满意地去运用 我们做一个连续的音乐组合 看看柜子的运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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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